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3月20日 已經是星期三了 昨天 香港普天同慶 因為特區政府通過了23條立法 香港想窮也難了 我們也做了一支節目 告訴大家 恆生指數今天 極升14點 升14點是有寓意的 為甚麼 因為 香港有一個組織 跟香港政府十分友好 他叫做14K 今天也升14點 也印證了14K 完完全全 跟我們一條心 為了搞好香港 今天恆生指數也升14點來致敬14K 14K的意思實際上 就是來自國民黨特務 郭兆王 郭兆王 他就是國民黨的一個 其實是上教來的 成立了一個組織 14K其實就是寶華路14號 在廣州的寶華路 K 是國民黨的意思 所以叫做14K 香港一度發展到超過10萬個會員 十分之是一個很大的團體 國民黨在台灣也是全面的投共 所以 香港的14K 當然也是 愛國愛黨的人士 所以今天升14點是有寓意的 除了升14點之外 我們今天看到一些反中亂港的團體 終於現形了 誰 就是 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頭子 美國銀行 幾公分 美國銀行 並立了麽 簽aba 各AA 他只是把rigime 投射已經過了 美國銀行 簽了 在一個代化的體驗 美國銀行 在一個代化的體驗 美國銀行 竟然 涉及放棄在中環長江中心 一層半的辦公樓面 是惡意退租 不僅惡意退租 他 還特意把這個後勤的基地 搬去葵涌 這個九龍貿易中心 哇 你有沒有搞錯 在中環上班 無端的告訴我 請要葵涌 這個 很明顯就是想把香港 這個金融中心為止的地位 發揚光大 想周圍跟人說 唱衰香港 香港 已經是金融為止了 我們美銀也容不起長江中心 沒得工作 沒飯開 我們迫著要搬去九龍貿易中心 即是葵涌 這個美國銀行很陰毒 是一個 完完全全 是意圖 顛覆我們的經濟 希望透過這次的動作 唱衰香港 讓人知道現在香港很難賺錢 經濟不好 連美國銀行那麼大的企業都要cut budget 長江中心不租了 他不是租回到中環 而是搬去葵涌 把香港中環這個金融中心的位置 更加向全世界宣揚 這件事 肯定 是背後有很大的陰謀 大家知道 美帝 是用他們在大陸的特務 不斷的透過小紅書 大家看到 之前 美國的傳媒報導爆料 說特朗普 成立了一支別動隊 他們專門發名在大陸的媒體 攻擊這個政府 唱衰這個政府 我有理由相信 這班人 還是存在在大陸的 而他們 不斷 透過小紅書 透過社交網絡唱衰香港 就說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為止 我有理由相信 這班實際上 是美國特務 這班美國特務 唱衰香港有甚麼好處 令到香港 這個金融中心地位真是一落千丈 外人不敢來 要拖垮香港經濟 而且 香港特區政府 在李家超的英明領導之下 我們其實已經找中向好的 恆生指數 距離四萬點差一點就差兩萬四千點而已 是不是 有多少 差四萬點也沒有差三萬九點 只是距離區區的兩萬四千點 斬下眼就到了 雖然眼斬了很多次 斬到 視覺失調也未見到 但是不要緊 我們 有一絲希望 我們支持沈大師 港股四萬點 有一次他不知道誰拿錯了日 日估出來看 即時被沈大師嚴正駁斥 這些人 亡我之心不死 最好把他開名 永久把他釘在歷史的持育署 我們看看美國銀行這次的動作 他不是搬去九龍的ICC 而是搬去九龍貿易中心 你是做金融的 不是做貿易的 為甚麼會搬去貿易中心呢 很明顯 想刻意貶低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大家明白了 現在我們香港真的通過了23條 每個人都很看好我們 杜拜的皇室 又在香港成立家族貧工室 帶了5億美金來 真是 有5億 用不著用 在這些關鍵的日子 剛剛今天20號 就傳出美銀這些不利的消息 這個會嚴重打擊一些 想來香港租寫治療的朋友 美銀也跑掉了 長江中心 我可不可以租 是不是風水不好啊 然後就會到處打聽一下 你們生意有沒有多做到 國安法通過了 應該生意好一點 不是啊 原來國安法通過了之後 生意差了 現在再來23條 那麼我們生意是不是更加差 我覺得 家醜不出外傳 你明知道我們也不行了 還到處傳 我覺得這些 真的是跟我們作對 美銀這個軟對抗 甚至乎我覺得也不是了 23條剛剛通過第二天 你就來了 很明顯是對準這個香港政府來的 這一下 衝著 23條 擺明 就是同理台江 我一直都說 美國這些國家一直都是亡我之心不死 每天都在想一些陰謀詭計來對付我們香港 對付我們祖國 在我們習近平主席 的大令之下 親自指揮 親自部署 親自領導 香港 已經是穩中向好了 我們很多東西是遙遙領先的 包括 用五千萬買一堆假蛋回來 你想想 淘寶舊半水有得供應的東西 香港要用五千萬 你說我們香港是不是很有錢 我們這些錢多得花不花呢 然後把維港 佈置到好像普羅米壽司那樣的畫面 一隻隻的異形彈在那裏 隨時可以破殼而出 有沒有好像看天蠶那樣 私放套盡 簡中天蠶 必須破龍路 到時就不是天蠶了 裡面是異形 全部衝出來 追著美帝那些走狗 不斷地追咬 這些異形 是有外國的異形 專門會追著美帝頭子去咬 不會咬我們中國人的 你放心 所以我們看到 這些敏感日子 不應該是容許的 我覺得傳媒有很大責任 根本信報好 財經雜誌不應該報嘛 這些日子 額後先行不行 人家現在 擺大壽 你是送庫棺材來等於 我們剛剛通過23條正在辦喜事 我覺得這些報紙 全部要記過 如果再有下一次 立即用23條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出賣祖國 叛國罪 判死刑 我覺得 起碼也要判一個這些編輯死刑 如果不是 怎麼對得住 我們祖國 怎麼對得住議員 日以繼夜 夜以繼夜 開了近來會 還有 這個鄧炳強 當23條是親生子 即使我們昨天所分析 有一點點潛閲 這個是我們習近平主席的親生子 什麼時候輪到你那麽低級的官員 認親認識 我們也要紀錄在案 可能我們也要 要研討一下這句有沒有欺君之罪 我們當今聖上 怎麼可以被你那麽低級官員攀附 你跟他有什麽關係 你認親認識 23條 很明顯就是我們 偉大的主席的親生子 當今聖上的親生子 太子了 幾乎是輪到你 在扮演 認親認識 說回美銀這麽惡毒的陰謀 我覺得 這些報章傳媒 也是 不懂得大體 不懂得大體 我們剛剛辦起事 你又送一副棺材來呢 是不是 將來的報章傳媒 你21日報章傳媒 是要20日的 我們通過了之後 你想想恆生指數 多辛苦才托上升14點 本身也是要堆下去的嘛 人家 這個財金界 都懂得懂得做 起碼 千萬不要升 89.64 因為以前 經常都在玩東西 升89.64 很明顯就是 對付我們 灰諧我們 當然 這次就升14點 對數了 告訴大家 14號 保華路14號 是我們的自己人 是不是 這次我覺得一定要追究這些傳媒的責任 第二 就是要美銀抽出這些 CIA 我很肯定 美銀裏面的高層 甚至乎他們就是CIA FBI 就是美國的情報人員 就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種族歧視分子 我覺得 一定要徹查 最好 就好像 當年搜蘋果日報那樣 早上 當他們一開舖的時候 寫字樓一上班 衝200多人上去 將他們地毯式搜索 所有人的寫字樓 上上下下抄一輪 什麼都抄出來為止 男的全部要赤裸上身 還要通跪 起碼要將他所有的可以隱藏的東西 全部搜尋出來 旅的就是找旅警搞啦 當然我們不能夠侵犯別人的 一定要找旅警去搜身 這樣才可以確保我們國家安全 現在我們國家很危險的 對於美銀 大家如果有甚麼意見 其實也可以多點留意 我覺得 這次不能夠放過他 美國銀行 這樣來 落我們面 是可忍 屬不可忍 好嗎 這次時間暫時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這部曲 我們乘以邀請 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謝謝 拜拜 全新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基本法23條 立法 基本法 第23條落法的 第23條落法的 大家記得 如果保障你們的 個人私隱和網絡安全方面 你們可以選購我們的VPN 謝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住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現在 partnership 這段影片 要長這麼固定 我們還是沒有